你干嘛 我让你打到我去 我让你打到我去 没人说 这个柜台是旅客和中国联合航空公司 河北分公司的工作人员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我们看到之后 也及时掌窥给了做河北分公司的有关部门 而被打的员工呢 也是中联韩的员工 当时他这个前面有一个旅行社的旅客在办 我们也在正常办 他嫌办得多 他就想插队 他说让先给他办 工作人员肯定就正常跟他说呗 他就情绪激动 然后就上去 这案子上午的时候 据我了解 还正在调查证据呀 询问呢 然后这个 做笔录呀 我们都都都在进行呢 具体这个结果 我还不太清楚呢